我们的想法有分主动性以及被动性 而想法当我们能够将我们的心念感受 以及想法转化成为光复诸行动的时候 其实本身想法是没有意义的 想法我们先来讲分为主动、被动 主动性的想法 有正面的想法以及负面的想法 那其实我们正面的想法以及负面的想法 当正面的想法付诸实现的时候 它会具有意义 并且它会进到我们的系统里面 协助我们的成长 而负面的想法它本身也是有力量的 当我们一直往负面的想 其实是在于这一些本身有负面状态的过去也好 自己的负面状态也好 他人的负面状态也好 其实我们是一直在加深训练这个 我们认为负面的实相 我们在加深加强这个信念 加强这个认知 强化这个我们认知中的事实 因此我们如果负面的想法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 那自然而然我们就是在训练我们的认知系统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真的 这个世界很多负面的事 但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 你看到怎么想正面的想法或负面的想法 这个就比较深入一点 其实被动性的想法是表示我们所连接到的人 业力范围 业力场 跟你有关系的物质之间有关系 甚至上同一堂课的同学 他们本身的能量状态 能量状态 一个人的能量状态如果是 相对于在能量的交流 看不见的能量交流上 相对于是一个索取者 而这个人跟你的能量上 金钱上物质上各方面 如果有连接的状态 有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经验 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个负面的念头 我不知道怎么来的 不知道怎么来的 好奇怪为什么今天突然有一种这种负面的感受 负面的念头 哪里来的 我们刚刚有讲到的主动性 这是第二种比较特殊的被动性 表示你连接的部分的人 部分他们是属于索取者 所以我们的身体会起一种 好像防御机制 那我们连接到这个人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些负面的念头 负面的想法 那这个负面的想法 他有时候时常会有一种 诶我不知道这怎么来的 我不知道这个想法 是怎么来的 我知道这不是来自我 好常会有 诶为什么我有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不太好 怎么来的 好在这边 先 想法中有诸多的矛盾 而对待他人 他们有双重标准 比如说我对待自己是这样 对待他人就完全是 我不希望自己这样被对待 却这样对待他人 这称为所谓的矛盾 那如果我们围绕太多像这样子的人的能量床 他们本身因为他们的脉络 很多是受损的 很多是有裂缝 它是不完整的 因此就会造成我们身体里 诸多的所谓的 跟他们一样 有关闭的现象 那当身体它的运行不是完整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突然间 突如其来的负面的想法 不知道哪里来的 那当我们的身体 刚刚讲到一个重点 如果今天我们的身体 全身上下 它的运行是和解的 是接光的 是有意识的 有爱的 是在一个平衡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你也会发现 很奇怪的 你的想法其实基本上就没有了 就不见了 不再会 不太会有什么想法 它会转而 变成是一种 叫灵感 所谓的灵感 去参考我一篇视频 是灵感的来源 叫做灵感的来源 灵感它必须 来自于天上 什么叫天上 我们所谓 其实就是我们所称的 所谓的Holy Spirit 它会是原创的 会是创新的 会是属于你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所谓的Soul Soul是什么意思 灵魂的个性 特质 Soul有分三个部分 其中一个 就叫做 想法 心念 还有我的行为 还有我的行为 本身我这个人的一个特色 以及特质 思维特质 那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这叫做Soul Soul 特色 特色 而这个特色它不能够被取代 因此当我们全世界的人 其实都能够很轻松的用有爱的方式 其实我就不会有想法 想法这种东西它基本上 在其他的物种 极度高的文明来说 比地球 完整的文明来说 那里其实人们都是 Telepathic 所谓的Telepathic 就是 大家的能量 以及大家的意识 大家的资源是共享的 经过我的资源 是共享的 我的意识是共享的 因此我画了许多的曼德拉的一点 许许多多的圣灵情 可能会顺便进入 基本上 不是来自我自己 是来自连接我的所有的人 以及超过我这些 连接的人外的东西 因此它会提供一种 全新的价值 在圣经里面吹过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圣灵 想过 身世丰盛 然后身世丰盛 当我们种一种种族 当我们种一种种族 当你手碰到哪里的时候 以及我们做任何事情 当我们能够到 没有想法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 我们已经在 我们已经丰盛当中了 详细的生命的饰品 以及生命的记录 以及过程 这个电影法案 我会放在 为了保护我自己 跟电影怎么很不乱 为了保护自己跟客户 我会放在我的popping 我会放在我的popping 与这支有关系的相关音频 在以上的 以下的记录里 再说 所有的松果 黄金 以及 有关伊甸园的一些 我的生命的一些记事 以及记录 这些记录是 那是为什么我们 我们上路了 我们找到了 Burning Man 好